我們就來做一些簡單的練習 兩個1.5伏特串連接燈泡之後 三庫輪通過請問你給多少能量 公式嘛 1等於QV嘛 對不對 所以 幾庫輪幾伏特 可是三庫輪 那幾伏特呢 這個串連嘛 串連的時候電壓要怎樣 怎樣 相加嘛 所以要加起來 所以幾伏特 三伏特嘛 就往裡面帶就好啦 九焦二 所以我們就知道是九焦二 我給你九焦二 你消耗九焦二 我們都就這樣子 OK 簡單小問題 那如果這樣呢 電流是1安培 通電兩分鐘 會有多少焦二 這邊有個小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我的時間的單位是什麼 秒 給我什麼 兩分鐘 所以要記得換 所以要記得換 OK 來 停車站借溫 來 停車站借溫 29 不在 不在 36 不在 真幸運啊 1號 你 你的答案 不會 你會讓我三心難過 好 不會 公視 1點ITV 對不對 為什麼這個公視 這裡面沒有電阻啊 可是有電壓跟 電流啊 所以有這個公視嘛 然後呢 帶進去啊 但是要注意啊 時間要換成什麼 秒鐘啊 換成秒啊 所以往裡面帶 180焦爾 剛才跟你講了 未來 我們是用 未來 我們是用 電功率的公式去算 所以帶的功率叫做P 等於 IV 然後有電功率之後 再去乘時間 120秒 就答到答案了 以後再說 這就是 練習17 練習17 好 有人問答嗎 沒有 下一個練習 立體 這個1.5伏特的乾電池 跨在0.5歐姆上 請問你 每秒鐘 提供多少焦爾 其實你馬上就會知道 問你每秒鐘 多少焦爾 就是在問什麼 就是在問電功率嘛 記得以前教過功率嗎 一秒鐘 一焦爾 叫做 一瓦 還記得嗎 所以這其實就是問功率啦 所以以後你是用所謂的電功率公式算 好 我們就這樣子啊 你現在知道V啊 知道R 知道T啊 所以公式叫做 1等於V平方除以R乘以T嘛 就是根據我所知道 去挑選我所用的公式 不知道我幹嘛要去背四個啊 為了題目 來背的嘛 所以 然後呢 現在為了要複習 我們呢 我們故意用這個公式算 這只是要讓你複習一下電壓電流電阻的關係 只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已 不然用前面算就可以了 所以 因為V等於IR 所以呢 電流就這樣做 所以電流 就是3A 3A 然後呢 就是串聯 所以電流通通通都怎樣 一樣 所以呢 通過燈泡3A 通過電池3A 大家都一樣 所以代金公式 ITV 算完出來4.5交2 4.5交2 OK 你如果用剛才的這個最前面的公式啊 你用最前面那個什麼 V平方除以R乘以T 你算出來的其實是什麼 電燈泡的消耗 可是這裡只有一個燈泡 所以燈泡的消耗就是電池的提供 電池提供多少 還有消耗多少 還有消耗多少 OK 好 OK嗎 OK 換你 兩個都是1.5伏特 接著來1.5歐姆 通電10分鐘 請問你多少 他也是問電池 我剛剛講過了 你也可以算 因為這只有一個燈泡 所以燈泡的消耗就是電池的提供 因為要用電 因為要算是燈泡的消耗 那你才會有電子 所以你的公式有電子 都是用那個 那算燈泡的 那算燈泡的 但是那就是等於電池提供 等於電池提供 OK 停車戰機的問 曬哥南 曬哥南叫做 22 多少 900 你說 你說 答案叫做900 你說 你看他在剩哪裡啊 V平方水壓乘以T 因為咧 沒有電流 很多 所以電壓就分電壓加在一起 走電串連相加 所以就是三伏特 所以三伏特 1.5歐姆要換成秒 所以 三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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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你算是誰啊 你其實算是燈泡消耗 你帶來有電阻嘛 你算是燈泡消耗 那因為只有一個燈泡 所以燈泡的消耗就是 電池的提供 如果有兩個燈泡就不見 就不是這樣了 如果你分開算 所以你算是總消耗 否則你算是某一個 那就不是所謂電池提供了 所以 答案呢 就這樣 三千六百交耗 OK嗎 有任何問題嗎 沒有